- MOSA-老师修好 - 同学雄好 - 同学雄好 同学雄来 老师那个温暖尼和语红翔还没有来 温暖尼来了 那个语红翔我等一下找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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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来了 但是不晓得这个新来的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女孩子 好像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哦 可能是听客吧 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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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别人的哦 又我想来了 OK 我就说这个头像怎么不像 好好好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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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可以看得到老师的PPT吗 嗯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 好 我们这一节课接着讲这个语法点 讲这一节课讲这个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就是 就是 就是受不了 就我们眼 就像课文中 我们 就是看手机 玩手机 玩电脑 看电脑 然后我们眼睛 就很难受 我们就说眼睛受不了 受不了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点 就说受不了 表示不能忍受 就是constant 不能忍受 就是痛苦 疼痛 痛苦 压力 不幸 态度或者脾气哈 一般都是用在名词或者是名词 名词性短语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语句 来看一下这个受不了怎么来用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段 就是一个对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对话哈 A就说 A说什么 A说 我们再去对面的商店看看吧 B就说 我真的受不了理了 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好 然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对话哈 看一下他们讲的什么 读一下这个 这段对话哈 一起读哈 我们再去对面的商店看看吧 嗯 嗯 我真的想受不了理了 我真的想受不了理了 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逛多久 嗯 好 很不错哈 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对话 A说我们再去对面的商店看看吧 我们再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再去 就是说 他们 已经去过 已经去过 对面的商店了 然后再去 这就是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去了哈 第二次去对 对面的商店 就是 我们再去对面的商店 就是我们第二次去对面的商店 就是已经去了两次去了两次对面的商店 然后B就说我真的受不了理了 就说明已经去了两次 然后A可能去对面的商店买东西 但是还没有买到 然后第二次他说我还要去一次 我还要去一次对面的商店 然后B就说我真的受不了理了 就说就说明B就是不想逛 就是B不想去对面的商店 说明B不想去对面的商店 因为去了 因为已经去过一次 已经去过一次了哈 然后后面就问 他说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就是说A已经逛了很久 就是去商店看了很多很多东西 就说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就说明 这句话就说明B就有一点生气哈 B有一点生气 就可能A去商店看东西看了太久 看了太多 但是还没有买买好或者是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受不了你了 就不想因为B 他不想就是去逛商店了 不想去对面的商店去逛了 好 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二个 第二个例句 第二个例句是我们课文中说的哈 然后我们直接读一下这个第二个例句 大家一起把这个第二个例句一起读一下哈 一起就是把第二个例句读一下哈 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 哦 很好看 哦 很好 Note 他说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 眼睛实在受不了了 就我们一直看电脑 一直看手机 这眼睛可能就会有一点痛 有一点疼痛 就是眼睛实在受不了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 也是一段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说 A说的 真受不了这样的老师 一个简单的动作 让我们念二三十遍 然后B就说 他对你们严格些好 这样可以让你们打好基础 好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 第三这个 读一下这个对话 一起读哈 真受不了 这样的老师 一个简单的动作 让我们念二三十遍 他对你们严格学好 这样可以让你们 打好基础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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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这个对话 就就可以自己想一下 感觉这个A A可能是个学生 A是一个学生 他就说 真受不了这样的老师 就是 A不喜欢这样的老师 A他说 真受不了这样的老师 就是 Constant 我不喜欢这样的老师 为什么呢 他说 一个简单的动作 让我们念二三十遍 就说可能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说举手 就比如说一个让学生 举手 就说举手 就是举手回答问题 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让我们练二三十遍 就是老师说 你们要举手 然后这样一遍 两遍 三遍 然后要 要去练习 要去练习 念二三十遍 就很 就很严格 就念的比较多 因为很简单 学生就觉得 这么简单 我不想念 但是老师会要求你去念 很多遍 就念二三十遍 然后后面B就 B就说 他说 他对你们严格些好 这个他就是指的 前面的老师 就是老师对你们 严格些好 严格就是 stract 严格些好 严格 就是说 简单的动作 让我们念二三十遍 就是说明这个老师 很严格 那么严格些 有什么好处呢 严格的好处 老师严格的好处就是 这样可以让你们 打好基础 就是说 简单的动作 做的 简单的动作 做很多 简单的动作 做很多 那你们就 就可以就是 把这个动作 做好 做得很漂亮 把这个动作 做好 做得很漂亮 好 然后我们 这个受不了 它的意思就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来接着看一下这个练习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练习题 也是一段对话 就说 A说 前面说了一段话 然后后面 你桌子上太乱了 找时间 好好整理一下 然后 B就说 好的 我现在就收拾 就是 这里少一个 我现在就收拾 一定能好 一定弄得 整整齐 一定弄得 整一个 这应该少一个吧 少一个 一定弄得 整整齐齐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对话 他说 你桌子上 太乱了 就是 桌子上的东西 很 很多 很多 很乱 然后就说 找时间 好好整理一下 然后 B就说 好的 我现在就收拾 一定弄得 整整齐齐 然后我们就来想一下 A 他 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就 心里会 怎么样 他会 会不 他受不受得了 就是像 像 B这样的 就是不爱收拾的人 桌子上 很乱的人 然后我们想一想 这个应该 用受不了 怎么来造句 想一想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 以后想你来说一下 你觉得应该 怎么用这个 受不了来造句呢 我看你桌子就受不了了 可以 我看你桌子就受不了了 就是后面就说你桌子上太乱了 很好 回答得很不错 然后老师这个也 这是老师的答案 真受不了你了 就是我 就是和余虹祥的答案是一样的 我受 我看到你的桌子就受不了了 就是因为你的桌子上太乱了 回答得很不错 余虹祥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他说A先说的 他说开一下窗户吧 然后后面就说 就说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B 然后他说 是你穿的太多了 把外面那件衣服脱了吧 就说穿的太多 就说明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很热 穿的太多就很热 所以他才 A才会说开一下窗户吧 穿的太多就说明这个B 不是B说是你穿的太多了 就说明A他现在很热 说明A现在很热 然后他怎么 然后用受不了 想一想用受不了怎么造句呢 然后叶床你来说一下 可以下窗户吧 我受不了今天的天气 可以可以 开一下窗户吧 我受不了今天的天气 非常好 因为今天天气也可能很热 然后A又穿的很多 非常好 又传我回答的也很好 这老师写的太热了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今天的天气 因为天气也很热 然后A又穿的太多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热 回答很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也是一段对话 A说你怎么又想换工作了 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的吗 就说明B可能就是刚刚换完工作 然后换的工作 收入也是很高的 因为他说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的吗 然后我们来想一想 然后B就说可是 他为什么会换工作呢 然后工作 工资 工资收入 工资或者是收入 也挺高的 然后我们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换工作呢 是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他受不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然后B才会换工作呢 然后Y你来说一下 你这么又想换工作了 这个收入不是挺高的吗 可是加班太多了 我受不了了 对很好 可是加班太多了 我受不了了 就是工资 不是工资或者是收入 就是很高 但是经常加班 就是每个人都会受不了的 回答很不错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 接着 这个 语法点 接着 接着就相当于 就是英文的continue 接着 它是一个副词 就是用在动词前 或者是形容 形容词 不是 这个是用到动词前的 接着 它就是表示时间上紧跟着 表示的什么 在前面发生的情况以后 马上发生了另外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是怎么在前面发生的情况 前面发生的情况以后 马上发生了另外的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 第一个 第一个例句说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有趣 你看完以后 先不要还 我接着看 好 我们把这个例句一 例句一读一下 一起读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非常有趣 看完以后 先不要还 先去看 很好 读得很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的意思 他说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有趣 非常的 他说你看完以后 先不要还 就说明 这本书 可能是借的 借的别人的 或者是 从图书馆借的书 可能是图书馆借的书 也可能是 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书 然后就说 你看完以后 先不要还 然后说 我接着看 这个就是说 这本书 就是说 他说你 你看完以后 先不要还 就说明 这个你 看完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 然后就说 我接着看 你看完之后 然后就是说 我接着看 这个就是前面的一个情况 先是你看这本书 然后就是说 我接着看 这就是第一个情况 前面的情况 表示一 然后马上发生了 另外的情况 然后这是二 然后这是第一个 这就是一哈 就是前面发生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就是 马上发生的另外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说 你先看这本书 第二 马上发生的情况 这个二就是说 我接着看 我就是说 我来看这本书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是 课文中出现的哈 课文中出现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读哈 大家然后 直接把这一句 这一句话读一下 读这个例句二哈 就是把这个例句二读一下 大家一起读哈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 奇怪的梦到着 我自己沉在一座脚上走 走着 走着 忽然 带过来一样 哼 就像我一层 就只有梦见的梦 就要到我手上 很好 得很不错哈 然后来看一下 就是他做的这个 王静做的这个非常奇怪的梦 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 一个特别奇怪的梦 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 走着走着 突然开过来一辆车 非常危险 这就是第一个情况 他走着走着 突然开过来一辆车 就说走着走着 突然开过来一辆车 这是前面发生的情况 这就是第一个 我们刚才标的一 然后后面他说 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 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 这就是马上 马上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和前面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和前面的情况不一样了 然后这是 马上发生了另外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就是第二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和第二个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密集三 这就有一点长了 然后先来看一下 妻子问 他说老公 怎么不见你和老王打网球了呢 丈夫说 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打球吗 然后这个妻子就说 当然不愿意 我明白了 妻子接着说 老王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 这是一个笑话哈 好 我们一起把这一段 这一段读一下 一起读哈 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得意 除了就不高兴的人打 当然不愿意 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不高兴的人打 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不高兴的人打 就是husband 他说老公 怎么不见你和老王打网球了呢 就是一起去打球 打网球 这样打网球 就是他没有看见 他的老公 他的丈夫和老王 就是和另一个人 老王可能是他的朋友 他说一起打网球了呢 然后他丈夫 就是他的老公 就说 他说你愿意和一个 赢了就得意 得意和骄傲的意思一样哈 就就很骄傲 我赢了 我就很骄傲 因为我就是一个winner 我是一个赢者哈 他说 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打球吗 就是 就是和一个人打球 你和别人打球 看到别人赢了 然后他就很高兴 就很得意 很骄傲 但是输了 他就 他就 他就不开心 他就 他就很生气 他就觉得和你打球 我一点都不开心 就说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打球吗 然后后面 我们看这个引号哈 引号后面 他说 当然不愿意 我明白了 这是妻子说的哈 这是妻子先说的第一个情况 我们标的一哈 前面发生的情况 这是前面的这个情况 他说 当然不愿意 我明白了 就是 他说 我明白了 的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说 怎么不见你和老王打网球了呢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原因就是 因为老王是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 因为老王是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 然后妻子接着说 妻子接着说 他说 老王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 因为前面说 你和老王打网球 然后就是说 老王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 就说 因为老王和他的老公在打球 那么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 老王也不愿意和 丈夫打网球 老王也不愿意跟 丈夫打网球 然后他说的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也指的是 前面这个 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 就说明 老王是这样的人 是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 然后说 老王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 说明 丈夫 丈夫 或者是说 他的老公 也是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人 就是说两个都是这样的人 然后在一起打球 就会不开心 大家都会不开心 然后就会 他们两个就不会在一起打网球了 然后就和前面的 他说 怎么不见你和老王打网球了呢 因为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赢了就得意 输了就不高兴的 所以他们两个打网球 都会不开心 都会不高兴 然后所以就没有在一起打网球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接着 妻子接着说 然后他说 老王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 和前面说的话 和前面说的话 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 就是第二个情况 就是这两个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 马上发生了另一个情况 这是二 这是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他 他前面和后面 他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我们看例句的一 他说 你看完以后 先不要还 就是说 你先看这本书 然后说 我接着看 就是接着就指的是 然后就是说 我 我 然后我来看 第一个是你看 第二个是我看 就是我看 第一个是你看这本书 第二个就是我 来看这本书 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情况和第二个情况 不一样 然后 另一句二也是 他说 走着走着 突然开过来一辆车 第一个情况是 他在走路 然后接着 然后后面就说 又梦见我跳到车上 第二个情况 然后就是说 我跳到了车上 和第一个走路 是不一样的 前面也是 逆句三 就是说 当然不愿意 我明白了 妻子说 就是说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和老王 打网球 这是第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情况 就是说 老王也不愿意 跟这样的人打 然后 然后先是 先是 第一个情况 就是妻子 就是同意 丈夫说的 然后第二个情况 就是说 妻子 不同意 丈夫说的 因为妻子觉得 丈夫 也是这样的人 然后第一个情况 和第二个情况 也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接着 表示前面发生的情况 以后 然后马上发生了 另外的情况 然后这就是 接着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练习题 这练习题 我们去 还是去 谷歌课堂去做一下 来看一下同学们 掌握没有 谢谢大家 好 老师把这个作业发出来了 同学们就到谷歌课堂看一下作业 就说接着前面的情况肯定是要和接着后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第一个刚才去打网球 那接着他打完网球之后他要去做什么 然后第二个也是他说他每天很早起床去锻炼 然后接着锻炼之后他又会去干嘛 第三个也是他说遇到不认识的词语我会查字典 查完字典他又会干嘛呢 就是说前面的情况和后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现在三十三十四我们做到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吧 十五分钟我们做到 做到五十哈 做到五十就可以了 做到五十哈 尽量在五十之前哈 但是准备货 σ cũ 关注准备 渡分转了 i know you 好 谢谢 先把嘴巴拍到在一起 我会拆到你的嘴巴 我会把嘴巴放进去 你觉得你才能拍到 你会把嘴巴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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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嘴巴放进去 我会把嘴巴放进去 一窗完你看一下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题你说的外面天气很热 你接着喝很多水吧 这个外面天气很热 不是就是说发生的情况 这只是说明 只是说天气很热 不是人去做的动作 你要么就是说 可以说 就是说你打完网球 打完网球后你接着 前面可以说 就是说你喝了很多水 但是还是很渴 但是还是很渴 然后就说你接着喝很多水吧 或者是说打完网球之后 你接着去干其他的事情 打完网球之后 你接着去做作业 接着去工作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外面天气很热 不是不是一个什么动作 还会 好 然后黄荣新你看一下你这个第一个 你说B好等一下 这个好差还要加一个那个逗号 好要停停一下好等一下 然后这个用这条毛巾接着继续活动 他说我们再看一下 快给我拿条毛巾吧 然后就B肯定在用这条毛巾 那么用肯定是用完这条毛巾接着打网球 用完这条毛巾接着打网球 打网球 你也看一下你这个第一个 B擦汗水好了 不是说这个 因为A说 A已经说快给我拿条毛巾 然后B肯定就是说 已经把这个 他肯定要做的动作 就是说把这个毛巾拿给A 不是说这个毛巾的作用是擦汗水 你可以说 好 我把毛巾拿给你 就是说擦完汗水之后 接着去洗澡吧 这样比较好 你这样说擦汗水好了 只是说 在说这个毛巾的作用是 去擦汗水 许嘉宁你也看一下你这个第一个哈 你说你一定累了 就是这不是一个动作 他只是说来猜 就是来说 就说A 就是说你打网球 可能打久了 天气又热 就说你一定累了 这不是一个动作 然后这后面不能说 我接着给你倒水 你可以说 我先给你倒水 接着给你一条毛巾 因为前面这个接着 接着前面要有一个动作 前面发生的情况 不能说你一定累了 我接着给你倒水 只能说你一定累了 我来给你倒水 接着给你倒水 接着给你résc 叶传王你再看一下这个第一个 他先说 他说我打 我刚才去打网球了 热死我了 快给我拿条毛巾吧 然后你可以说 就说可以去答应 答应你说好 等一下我拿条毛巾 然后他 然后B就可能说擦完汗之后 然后你可以说洗完 等你洗完澡以后 你接着跟我去超市吧 你前面肯定要有 要有或者是说先答应他 你说我要去帮你拿毛巾 然后你用毛巾擦完汗 擦完汗之后 然后去洗澡 洗完澡以后 接着跟我去超市吧 你先说洗完澡以后 A也没有说 就是说他要去洗澡什么的 你肯定前面要说 说一些其他的 或者是说 直接说 好 我把毛巾给你 你接着跟我去超市吧 我把毛巾给你 用完这条毛巾接着去休息 这么晚用应该不对 接着跟我去你洗完澡以后 接着跟我去超市 其实这个接着 我等你洗完澡以后 接着跟我去超市吧 这你不能用接着 这里应该是说然后跟我去超市吧 如果说你接着 这个接着就可能前面 前面前面去过超市了 然后后面就是说还要跟我去超市 说接着跟我去超市吧 这你只能用然后再想一想 这里不能说接着跟我去超市 我们可以说他用完毛巾 A说快给我拿条毛巾 然后我们可以想他用完毛巾之后 他说用毛巾擦完汗之后 然后他说你接着打球 因为他前面在打网球 然后后面也可以说接着再打网球 这样比较好 然后黄荣心 你这里也是用这条毛巾 接着打网球 这里这个用后面最好添 添一个 用完这条毛巾 就是用这条毛巾擦完汗 或者是用完这条毛巾 然后许佳宁 你这里也是 你一定累了 我先给你倒杯水吧 然后这个先 你应该是说我先给你倒杯水 就是先倒水 或者是说然后再给你毛巾 我们要想一想 这个接着不是这么用的 这里只能说然后给你毛巾 就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接着 和然后它的区别 它的用法 这里这里只能是说先倒水 然后给你毛巾 这是两个动作 不能用这个接着 这个接着只能只能用 然后不能说接着休息一会儿吧 因为你如果这里说接着休息一会儿吧 就说明前面 前面A他休息了一会儿 他可能有点累 他还有一点累 我们可以说接着休息一会儿 这里只能说用完这条毛巾之后 这里只能说然后休息一会儿 余虾想你这里是你这里的错 这个错误跟前面问爱你的是一样的 都不能说接着去洗澡吧 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用完这条毛巾以后 然后去洗澡 然后去洗澡 我们可以说他说用完这条毛巾 用完这条毛巾擦汗 就是用这条毛巾擦完汗之后 然后你可以说你可以接着 接着去打网球 你可以接着去打网球 打网球 也认为ować 把蟀的录照 結睡策 un Fate 雨 然后 我 再把这次接着 这可以 然后 然后夜传完你看一下你那个 第三个 我接着在笔记本上写来 写一般说写 写下来写下来什么 写下来不认识的词语 不能说写来 一般都说写下来 写下来什么呢 写下来就是遇到这些不认识的词语 写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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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我现在已经有点准备了 接着去手 这个男子可能有这样的,所以就趋势了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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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来 意思 写下来 他的意思 我就是 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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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用完的时候 你接着洗那条毛巾吧 不能这样说 只能说用完的时候 用完 用完的时候 然后你把那条毛巾洗了吧 然后你把那条毛巾洗了吧 这里不能用这个接着 用完的时候 可以说用完的时候 接着 用完的时候 接着 用完的时候 接着把那条毛巾洗了吧 我也你看一下你那个接着 接着把毛巾给你 那个字打错没有 看一下 那个把是不是 把东西给你肯定是用手 手把东西给你 不是用嘴巴说 就是说真漂亮 就是用手把东西给你 肯定是一个提手旁 提手旁的把 好同学们都做完了 只用两分钟了 老师快一点讲一下 尽快讲一下 就A 我刚才去打网球了 热死我了 快给我拿条毛巾吧 然后B就说 然后夜传网写的 用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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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把那条毛巾洗了吧 就是说用完了 是第一种情况 接着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 接着把那条毛巾洗了吧 这个是对的 很好 然后他每天很早起床去锻炼 锻炼以后他接着去工作 这也是对的 遇到不认识的词语 我会马上查字典 我接着 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不认识的词语 这个也是对的 接着 接着 我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我刚才去打网球了 热死我了 快给我拿条毛巾吧 老师刚才说 这里好 好等一下 这个好要停 停队一下 加一个逗号 好 等一下 然后这里就要变成一个句号 好 等一下 用 用这条 用完这条毛巾 用 这里要有一个 用什么 用完这条毛巾后 接着打网球 用完这条毛巾后 接着打网球 第二个 他每天很早起床去锻炼 接着去上班 这也是对的 第三个 遇到不认识的词语 我会马上查字典 接着读 这也是对的 时间到了 那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再讲 再讲剩下三个同学的作业吧 我们下节课接着讲 然后就 这节课就先上到这里吧 好 好 下课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下课了 再见 好 再见 你稍等一下